刚才我们说的是个人跟单位集体之间的一种责任关系 那么个人跟个人之间呢 比方说一起喝酒的人 如果发生了问题应该怎么来认定 通常情况下呀 在喝酒之前作为一个成年人 应该对自己的酒量 喝酒的时候的身体状况有一个预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了不测 要由喝酒的这个人自己来承担责任 但是如果出现了下列一些情况 作为一起喝酒的人 也就有责任了 首先如果共同饮酒人不知道当事人有不适合喝酒的情况 在少量随意的情况下引发了当事人的疾病 此时劝酒人不承担过错责任 但是根据公平责任原则 劝酒人应当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 如果是共同饮酒人出于热情强迫性劝酒 导致当事人饮酒过量出现伤亡事故 那肯定要承担法律责任 强行劝阻在我们国家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如果是劝不好的话 就是说有的人也许认为他就是没有招待好 我个人认为他 他就是一种漏习 如果像这种情况下 因为劝酒人 他明知道这种劝酒的行为会导致这个饮酒者的过量 如果造成他这种损害后果的 那么劝酒者就能承担这个全部的责任 其次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明知当事人酒后驾车而不进行劝阻的 一旦损害后果发生 共同饮酒人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如果已经进行了劝阻 而当事人不听劝阻 那么这时共同饮酒人可以免除责任 按照我们一般的民法通质的规定 就是说大家相互之间有一个提醒的义务 就是说告知大家 就是酒后千万不能下车 如果这种这种情形造成损害的话 那么就是说同桌的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另外如果当事人因为饮酒已经失去控制 或即将失去控制能力 共同饮酒人就有监护义务 应当及时将当事人送至医院或家中安全的环境 如果送的不及时或没有送到家人手中 一旦出现损害后果的 共同饮酒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